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 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和就业不稳定进一步拖累了市场 零售销售增长降至18个月来的最低点 消费者信息也受到打击 全球最大的钟表制造商斯沃奇集团报告称 由于中国需求疲软,销售和收益大幅下降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北京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来实现年度增长目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陷入困境 7月的北京依然繁忙,车水马龙 然而,这座城市下的经济却在悄然滑落 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 中国经济在2023年第二季度的增长速度比预期要慢得多 这让国内外的市场都捏了一把汗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低迷 就业市场也不稳定 这使得北京面临更大的压力 需要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来应对这一局面 据《环球邮报》报道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4月至6月期间仅增长了4.7% 这是自2023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慢增速 远低于路透社调查预测的5.1% 这一数据同样也低于上一季度的5.3%的增长率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消费者部门 零售销售增长降至18个月来的最低点 通货紧缩压力迫使企业削减从汽车到食品再到服装的价格 英国国际集团 因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林松表示 总体而言 令人失望的GDP数据显示 实现5%增长目标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 他补充道 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下跌带来的负面财富效应 以及各行业削减成本导致的低工资增长 正在拖累消费 并导致消费从大宗商品转向基本的吃喝玩乐主题 这一波低迷的经济数据也让一些国际大企业感受到了寒意 全球最大的钟表制造商斯沃奇集团Swatch Group就报告称 由于中国需求疲软 销售和收益大幅下降 长达数年的房地产危机在6月进一步加剧 新房价格以9年来最快的速度下跌 打击了消费者信心 并限制了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销售 筹集新资金的能力 日本时报指出 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了4.7% 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1%的中位数 零售销售增长速度是自2022年12月以来最慢的 显示出政府一系列提振信心的努力 对重振中国消费者的作用甚微 香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经济学家知晓嘉表示 政府需要考虑更大的政策支持 以实现其年度约5%的增长目标 特别是在第二季度数据令人失望之后 他补充说 特朗普2.0的可能性增加也意味着 中国需要及时采取额外的政策措施来提振国内需求 因为外部需求的下行风险正在逼近 就在这些数据公布后 市场反应迅速 中国的人民币和股票下跌 但股市后来收高 因为投资者压住更多的刺激措施 国家统计局表示 尽管恶劣天气对第二季度的增长造成了一些影响 但经济在下半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部不确定性和国内困难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不均衡 工业产出超过了国内消费 房地产低迷和地方政府债务增加 加剧了通货紧缩风险 雅虎美国报道称 中国新建住宅价格在6月份连续第13个月下跌 这进一步加重了政府重启经济增长引擎的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6月份中国大陆70个城市的新房总价格比上月下降了0.7% 虽然比5月份的0.71%降幅略有放缓 但仍然持续下滑 同时 二手房价格也比上月下降了0.9% 比5月份的1%降幅有所减缓 这一全球最大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 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4.7% 低于预期 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产业如家电和建筑材料 约占中国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一 穆迪分析公司的经济学家哈里·莫菲 克鲁斯指出 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中国国内经济健康状况的核心问题 投资继续退缩 价格急剧下跌 这一顽固的价格下跌证明 自去年以来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和政策 未能吸引购房者或改变市场走向 许多中国开发商濒临破产 根据野村证券的研究 他们必须完成约2000万套预售房 预计成本约为3.2万亿元人民币 约4407亿美元 自2023年底以来 北京已经降低了抵押贷款利率 降低了最低首付款比例 并放宽了购房限制 以支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 但这些激励措施尚未产生影响 克鲁斯表示 最近的支持政策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与问题的规模相比仍然微不足道 房地产的触角深入经济的各个角落 当这个行业受伤时 整个经济都会感受到痛苦 家庭感受到的痛苦最为明显 因为中国家庭总财富的近80% 与房地产相关 房价下跌 正在损害家庭财务 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 二手房市场表现较好 上个月 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的二手房价格 总体下降了0.4% 比5月份的1.2%降幅 改善了0.8% 房价仍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根据汇域评级上月的一份研究报告 今年新房销售价值 可能缩水20%至8.3万亿元人民币 而销售面积可能下降10%至15% 至8亿至8.51平方米 约91.51平方英尺 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逆事而上 6月份新建住宅价格上涨了0.4% 二手房价格上涨了0.5% 重量联航中国住宅部研究总监谢瑞尔 胜表示 预计未来12个月内 房地产市场政策将进一步放宽 推出更多实质性激励措施 以恢复投资者信心 今年下半年 主要和二手房市场有望有序反弹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 北京能否推出有力的政策来提振经济 仍需拭目以待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市场仍然在观望更多的刺激政策 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 随着中央委员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临近 市场对新的政策变动充满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经济在2023年第二季度表现不如预期 增长速度远低于市场预期 官方数据显示 4月至6月期间GDP增长4.7% 低于路透社预测的5.1% 并且也低于上一季度的5.3% 其中消费者支出和房地产市场的疲软 尤其令人担忧零售销售增长 降至18个月来最低点 通货紧缩压力 迫使企业降低价格 这些困境引发了市场 对北京需要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预期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新房价格以9年来最快速度下跌 进一步打击消费者信心 也限制了地方政府通过土地销售 筹集资金的能力 斯沃奇集团 Swatch Group等企业 受累于中国需求疲软 销售和收益 均出现下降 分析师预计 即将召开的经济领导会议的主要议题 将是削减债务和提振信心 尽管这两者可能存在互相牵制 高盛将其对中国2024年增长的预测 从5.0%下调至4.9% 认为需要更多财政和住房政策 宽松来应对疲弱的国内需求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按季度计算 增长率从前一季度经修正的1.5% 降至0.7%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基础设施 投资并投入高科技制造业 以应对房地产和消费疲软的挑战 股市和人民币在失望的数据公布后下跌 但随后因市场预期刺激措施而回升 国家统计局表示 经济在下半年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 和国内不确定性 尽管工业产出有所增长 但国内消费依然疲软 房地产低迷和地方政府债务增加 加剧了通胀压力 6月份工厂产出增长超出预期 但零售销售同比仅增长2.0% 是自2022年12月以来的最慢增长 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下滑 6月份银行贷款需求疲软 某些指标创历史新低 中国央行行长承诺 将继续支持性的货币政策 市场预计 中国将在第三季度 进一步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并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花旗分析师预计 政府将在即将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后 推出新一轮房地产支持措施 中国经济增长不如预期 使得北京在5年一次的政策会议上 面临巨大压力 零售销售增长速度 自2022年12月以来最慢 显示政府提振信心的努力效果有限 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需要更大的政策支持 来实现其年度约5%的增长目标 尤其是在第二季度 数据令人失望之后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也进一步加重了 政府重启经济引擎的压力 6月份新建住宅价格连续第13个月下跌 二手房价格也持续下降 显示自去年以来的刺激措施未能有效改变市场走向 许多开发商濒临破产 需完成大量预售房 增大了经济压力 尽管北京已经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和最低首付款比例 以支撑房地产行业 但效果有限 房地产市场的触角 深入经济各个角落 其低迷对整体经济和家庭财务的影响显著 上海等城市的房价有所回升 但整体市场仍需更多实质性激励措施 来恢复投资者信心 总之 中国经济的增长困境 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使得经济复苏充满挑战 市场对政府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期望升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 没错 第二季度的增长速度确实让人失望 但这并不是末日 反观历史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 经历了无数次的挑战 但每一次都能浴火重生 像凤凰一样重新飞翔 看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 当时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 但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改革 经济迅速增长 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的情况 不过是另一个需要克服的挑战罢了 别忘了 中国有14亿勤劳的人民 他们才是经济的真正引擎 楚天书 你说的真让我想起了唐吉赫德 总是对着风车打仗 你说中国经济能像凤凰一样重生 但现实情况是 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 可不是靠几个政策就能解决的 看看那房地产市场连续13个月的价格下跌 这可不是小问题呀 再看看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 这些问题就像一个各定时炸弹 随时都可能引爆 还有那不堪一级的消费者信心 这种情况下 你还指望他们去消费拉动经济 真是天真的可爱 谢琪琪 你可真是悲观地让人无语 确实 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存在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问题也同样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改进和改革的机会 看看日本经济 从90年代的泡沫经济崩溃到现在 仍然在稳步前进 中国政府可是有足够的工具箱来应对这些问题 比如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放宽购房限制 这些都是有效的刺激手段 更别说 政府还计划在第三季度进一步下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银行存款 准备金率 这不就相当于开了各经济加速器吗 楚天书 你说的真是信誓旦旦 但问题是这些措施真的有效吗 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放宽购房限制 这些政策不是早就出来了吗 结果呢 房价还是一叠再叠 跟跳水运动员似的 再说 你提到的日本经济 那可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日本的失落的20年告诉我们 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复苏 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靠几个政策就能解决 那真是太天方夜谭了 谢琪琪 你也太小看中国了 确实 政策的效果需要时间来显现 但别忘了 中国是一个有着灵活性的国家 政府可以迅速调整政策 来应对新的挑战 再说 中国可不是孤军奋战 还有一大批国有企业 和投资者在支持 看看斯沃奇集团的情况 虽然因为需求疲软而受挫 但这恰恰说明了市场的波动 是全球性的 不是中国经济独有的问题 当世界经济恢复正常 中国也会迅速回到正轨 就像毛主席说的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我们不应该被一时的困境所吓到 反而应该趁机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中国经济真的 就是那么强大无敌 但事实摆在眼前 你提到的斯沃奇集团 正是因为中国需求疲软才受挫 这不正好说明了中国内需的问题 还有那持续下降的零售销售数据 这可不是全球性的问题 而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你还引用毛主席的话 那真是有点搞笑了 毛主席的话 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恐怕也不管用了 中国要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 光靠政策调整 很口号可是不够的 真正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中国经济最近真是够糟糕的 第二季度的增长比预期还要差 这可是给北京政府来了个大惊喜 官方数据显示 4月至6月期间的增长只有4.7% 还不如之前预测的5.1% 更是低于上一季度的5.3% 这让人不禁开始担心 消费者部门的零售销售增长 也降到了18个月来的最低点 通货紧缩的压力让企业纷纷降价 从汽车到食品再到服装 样样都在便宜卖 哎呀 这种情况下 谁还敢花大钱去购物啊 英国国际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松 直言不讳地说 要实现5%的增长目标 挑战可真是不小啊 这种情况下 企业向是全球最大的中表制造商斯沃奇集团也受到影响 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疲软 销售和收益都是大幅下滑 房地产市场更是火上浇油 新房价格在6月以9年来最快的速度下跌 这让消费者信心大大受挫 地方政府本来就掌握不少债务 如今更是难以通过土地销售 筹集新资金 这种情况下 分析师们纷纷猜测 北京这次关键的经济领导会议恐怕重点会放在血减债务和提振信心上 不过 想解决这两个问题真的是顾此失彼的节奏 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让另一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除了房地产 零售销售也成为了一大痛点 6月份的零售销售同比增长只有2.0% 这是自2022年12月以来的最慢增长 家庭消费疲软 这和雇主血减工资 高青年失业率有很大关系 家庭未来依然谨慎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者信心不足了 还有 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0.1% 房屋销售更是下降了19.0% 这些数据都表明 中国经济目前真是困难重重 未来要实现年度5%的增长目标 恐怕真是要在十点大进而才行 看来 高盛也不是唯一一家下调中国2024年增长预测的机构 他们将预测从5.0%调整到4.9% 为了应对疲弱的国内需求 高盛经济学家王立生建议 今年剩余时间内需要更多的政策宽松 特别是在财政和住房方面 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们也认为 中国会在第三季度下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和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这样才能支撑经济增长 政府可能会在本周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后 于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后推出新一轮的房地产支持措施 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 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多努力 总的来说 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不容乐观 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到消费者信心不足 种种问题都需要北京政府拿出更大的魄力 和更有效的措施来解决 尽管目前已有一些政策出台 但效果尚未显现 未来的路程依然艰险 期待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政策会议后 能看到更多实质性和有效的举措 让中国经济重回正轨 哎呀 这可真是一场硬仗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